你 师傅 跟着前面辆黄色的车 我先看下菜单 我等一下来帮你点餐 好 谢谢 来看看 想吃点什么 给我杯咖啡就行 原本只是觉得有些话 当着陈嘉倩的面 好像不太方便 所以才约出来的 也不是为了来吃饭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好想知道 已经误会了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你完全用不着跟我解释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放心啊 我不是一个多事的人 昨天给你发那条微信 其实已经有备于 我的职业道德 和做人的原则了 只是戴希希是丁慧桥 非常好的朋友 陈嘉倩呢 又是我的员工 所以我才觉得 有必要多这个嘴 我和嘉倩 不是你想的那样 麻烦你以后 称呼她全名 我们这个职业呢 有些特殊 也有一些敏感 除了专业能力以外 眼力见儿 分寸感 进退自如的能力 好像更重要 明显 嘉倩好像没有锻炼好 这个能力 所以接下来如果 你还要结这个婚 相关的事情 我会来接手 那你这么做 不是反而 让我跟嘉倩之间 尴尬了吗 你和你的嘉倩 这样 应该才叫尴尬吧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这不是见客户吗 我约着他 想聊两句婚礼的事 是吗 我已经到你工作室楼下 想当面好好问清楚 什么叫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啊 你又偷看我手机啊 我没有偷看你的手机 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重点 什么意思啊 后半句是什么呀 这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他就是好心提醒 提醒你什么 你想提醒他什么 我想他好好处理你这个甩手掌柜 和我们工作室之间的关系 结婚是大事情 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很慎重 很用心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小小工作室 可是负不起责任的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骗我啊 你们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哎 好好说话啊 我们光明正大在饭店里边坐着 哪偷偷摸摸啊 光明正大是吧 好呀 你刚才手机给他看什么呢 你们内容是什么 你这个样子真受不了了 你去哪儿刘柯 回来 刘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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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下啊 你走这么快干嘛 刘柯 刘柯 你把我说清楚 有什么话没说清楚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翻我手机 不要翻我手机 我没有翻你手机 我真的是不小心的 手机就放在旁边 我就不小心看到了 干嘛呀 干嘛呀 解释一下吧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总要说清楚 如果我真的误会你了 我心里也会很难受 那你就不要胡思乱想 瞎误为好吗 你难受我就不难受吗 刘柯 你是我的未婚妇 她随便一条微信 就立刻出来跟她约会 我没有权利问清楚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在她手上 我没有什么把柄 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啊 什么态度啊 我工作已经够忙的了 还有婚礼上 杂七杂八一大堆的事 等我出离 我烦都烦死了 人家就是看我这样 所以来跟我确认一下 别耽误了你的幸福 她就是我们两个的婚礼策划师 她有什么资格 确认我的幸福啊 好 就算她是好心 你也不能因为她的质疑 就犹豫跟我结婚了吧 刘柯 我要跟她解约 我要换你家婚庆公司 谢谢 我活得已经够累的了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闹了 能不能给我省一点些 我怎么不跟你省心了 你为了她骗我 我不能问清楚吗 我们两个好不容易 才走到今天结婚这个地步 有可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 不管是谁站出来跳舞 我都不会罢休的 你要干嘛呀 我要给乔求打电话 我要问清楚温如雪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你别闹了 你别给她打电话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你去哪儿刘柯 等我一下刘柯 给我站住 你不心虚 你为什么不敢说 我一点也不心虚 那你说 我就是不想承受你的 无理渠道了 你天天跟我这么闹 我真受不了了 如果你不信我 咱们这个婚 大可以不解 你真是回来晚了 还是出去早了 不早不晚 足以成就一段 晚美的约会 嗯 又续上一个 缘分到了 我也没辙呀 晚安 美人 等一下 我有事问你 听说 你今天去找刘柯了 这不像你的风格 啊 这戴希希还挺会 打小报告的 哼 她找的我 不过呢 我确实提前 试探了她一下 我就跟你说了 刘柯对嘉谦 肯定没什么的 不要那么相信人 容易啪啪打脸 刘柯这一系列反应 基本什么都不用说了 已经彻底焦底了 所以 你就和希希吵起来了 她这么跟你说的 你没看她那样 跟大毛似的 像一只 护杂的老母亲 让我想起 我念大学的时候 每一段恋爱 我都希望谈得 商务能天地和 那种不知道 天高地厚的自信和贪纯 真的看着 倩充又美好 就别笑她了 我是在保护她好吗 不是 你们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那她们的婚礼 还怎么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如果她们愿意 继续交给我来弄 我肯定精心精力 再说了 放在我面前的钱 我为什么不挣呢 真是希望你那小姐们 能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那你还找什么男朋友 男人姐闷呗 那别人姐闷 只会滋长郁闷 我的每一段感情 绝对都源自内心 最本真的热爱 每个人都有 值得被爱的部分 尤其是 她们有趣的灵魂 这么说来 我们家雪儿 还真是长了一双 非常善于发现 别人优点的漂亮眼睛啊 她总是能够找到 自己最热爱的部分 只可惜 这每一段感情 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试错的成本 成为高临 哪有一上来就是对的 所以不存在什么试错 彼此真心呢 就愉快地爱一场 一旦觉得对方开始计较 开始成为对方的负担 那就好聚好散啊